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2年的9月3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看看中国人看重的家丑不可外扬 子不嫌母丑,为什么最后却害了自己 中国人一直有句话叫家丑不可外扬 意思是家庭内部发生的问题需要自己内部解决 给外人说了会遭到算计或者耻笑 还有一句话叫子不嫌母丑 就是孩子不能因为自己母亲相貌愁而不满 这在家庭生活中或许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下 他已经给中国人洗脑说成祖国是母亲 把中共统治下的中共国比喻成母亲 子不嫌母丑,所以祖国有什么事都不能批评 都不能说,中共干了什么坏事都不能说 说了就是家丑外扬 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混淆是非的手法 就把中国老百姓给骗了 中共的权贵家族可以任意干坏事 但你还不能说 你说了就是子嫌弃母丑 家丑外扬给外国人递刀子 而这种宣传和老百姓自动维护中共的丑恶 在中共一次次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而不断封城的过程中 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家丑不可外扬的印记 深深烙在很多老百姓的灵魂之中 在管控中处于危难中的人 处境如何对于他们不重要 重要的是不能丢了脸面 他们的逻辑是你来自哪个地方 你就要无条件的维护这个地方 哪怕他们出生在粪坑中 为此他们不惜通过各种方式 来辱骂和攻击 风控中各种曝光丑恶现象的人 比如浩财你去美国啊 好好享受新冠吧 哭丧是你家里人有人出事了吗 TMD真是可怜啊 你这种恨国党就应该被凌迟 美国新冠死了一百多万 重症好几百万 你知足吧 发一条美帝给你多少钱 等等 不排除这里边有水军五毛带节奏 但很多也是他们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你会发现他们的共同认知是这样的 只要是中国政府或者地方政府 某些方面做的不好 有人批评或者说出这个问题 那批评的人一定是故意的 一定是和境外勾结的势力 他们最喜欢说的话就是 你不喜欢你可以走 太平洋又没家告 所以导致中共干什么坏事 都是可以容忍的 是不需要改进的 中国社会不需要改变 因为人是很贪婪的 那些贪官污吏 看到他们做的坏事不受惩罚 于是就更加贪婪无耻 继续做更多的坏事 臭惩罚也是因为派系斗争的结果 与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的最后就变成了 中共对中国人管控越久 越能激发老百姓的感恩之心 歌颂之声也就越发自肺腑 越嘹亮动听 而且这是他们真挚的情感表达 这个在中国的北方越发的体现明显 所以最后中共就一点一点的 把中国拖回到了北朝鲜那样的国家 而老百姓还认为他们的生活非常幸福 别的国家都是水深火热 所以盗国贼家族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的贪污 捞钱换器官了 而老百姓的生活越加悲惨 洗脑到极端的情况就是无条件相信 政府说的话 别的普通人发出的信息就是造谣 8月29日 成都一个ID为热带雨林的人 在微信群里告诉大家 称成都可能要静态管理了 并且给出了5加2的方案 即成都5个主城区加天府新区龙泉义要封 8月30日成都警方通报 热带雨林于某某寻衅滋事 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 很多人骂这个热带雨林造谣 当然也有一些清醒的人去商场抢购物资 结果9月1日成都官宣 18时起全体居民原则居家 实质上封城很多人没有存吃的哭晕在了厕所 所以什么国配什么盖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共政府与中国老百姓也是互相塑造 互相影响 结果就是中共越加的极权专制无耻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